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说如果我们给出Pose X0来 给出来之后我们求出这个CPX 也就是富士变幻 我们给出了这样一个富士变幻的这样一个CPX 是吧 因为Pose X0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可以求出CPX 求出了CPX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能够 求出这个T10克的波函数来 T10克这个波函数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对这样一个 刚才我们讨论的一线例子 自由例子 描写自由例子的 在零时刻知道T10克是什么样的 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已经求出来了 对于自由例子来说 给出了T等于零时候的它的波函数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 这个寒时间的雪凌和方程的思路 是吧 我们去做 做出来之后求出这样一个T10克的 这样一个自由理子的波函数 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波函数来讨论 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波函数来讨论 因为这个波函数还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波函数 我们就拿这样一个波函数来讨论 这样一个我们平常所碰到的这个波函数 它的有些什么性质 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波曝的扩散 我们利用刚才所讨论的例子 我们求出来了这个波函数来 那么得到这个波函数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波函数 从这个波函数你可以看到在T等于零时刻 这T等于零时刻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T等于零 所以它是一的负X平方除以这个四的Sigma平方 那这时候 这概率最大的地方是在什么 就在X等于零的地方 是吧 在X等于零的地方 而这个我们已经求出了 它的平均动量是PK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那底下我们来看呢是这样 如果我在T零时刻 在T零时刻 那么离子处在X的概率密度呢 它是这个 T零时刻 根据刚才的这样一个 刚才这样一个波函数 根据这样的波函数 你去磨的平方 那你就得到 在T等于T零的时刻 就得到这个 你看在T零时刻的话 它的概率最大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X等于N分之T零PK 也就是说 从零到T零这个时间 这个粒子呢 从这样一个 它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概率分布的这个峰值地方 从这个X等于零 移到什么地方 移到了N分之T零PK 通过T零这一段时间 因此呢 它的速度就等于N分之PK 是吧 就是啊 这个波包最高的地方 原来是在X等于零的地方 通过T零这个时间呢 移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PK T零除以N 那就是说它的速度呢 就是N分之PK 那这我们就说 这个是N分之PK呢 就是它的群速度 因为它是一个波包 是吧 它是一个分布 从负Sigma到正Sigma 在X等于零的地方 在T等于零的时候呢 是在X等于零的 然后呢 随着时间演化呢 这个波函数呢 就演化 演化到什么 T零时刻 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N分之PKT零 而经过的时间呢 是T零 所以它的速度就是N分之PK 那这个速度 是整个这一个波包 在移动的一个速度 是吧 它的峰值的位置 所以这个速度呢 我们就叫它 这个群速度 而群速度呢 就等于N分之PK 那也就等于什么呢 DE DP P等于P0 就是PK 是吧 因为这个 E就是 2N分之P平方了 你对DP一为上 就是N分之PK 那P起PK 这是个群速度 而这个群速度呢 等于粒子的速度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么一个波包去描写粒子 还是可以的啊 它T零 等于T等于零的时候 它在X零 T零的时候在N分之PK T零 是吧 它的速度 整体一个速度 是N分之PK 那么这是你粗看 粗看它是有波峰在整个一个运动 你说这个整体在运动 所以是一个群速度 从我们平常所说的粒子在运动 哎 看上去很像 是吧 而且它是等于粒子速度的 那么我们看位相呢 我们看位相的话 看位相的话 位相是这个呢 是吧 就是啊 PXX减掉EPXT了 除以H8 那我们要看这个位相怎么移动的 那就是说 在T等于T1的时候 它是在X1 那这个位相 在T等于T2的时候 它应该在X2 两个一减 你就得到这个位相移动的速度 是吧 是位相移动的速度 那这个位相移动的速度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这个 等于这个了 就是啊 PXX1 H8 减掉2M分之H8分之PX平方T1 我们说它位相是等于 这个θE 那么在T2这个时刻呢 位相还是θE呢 它应该在X2这个位相 那么这两个一减 你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位相的 就像素度 像素度这个VP呢 是等于ΔX 除以ΔT呢 就等于2M分之PX 所以这个像素度啊 和这个群素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像素度啊 是等于这个 1PX除以PX 而群素度啊 而群素度啊 dE PX dPX 啊 这不一样的 它像素度要比它这个 慢了二分之一 而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 呃 PX的话 它的像素度还不一样 就是啊 你在这个积分里头 你有好多好多 这样一个不同的P 你在某一个PX的话 它有个像素度 在另外一个PX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像素度 因此这样一个波包 就不能维持原来状态 这就是像移了 是吧 这就是像移 如果假如说这个像素度 和粒子速度一样 每一个分波的像素度又一样的话 那这个波函数 描写的它一个整体 没变化 而由于这个不同的PX的 它的像素度不一样呢 因此在那个积分里头 它是有变化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 你用这个波函数 你可以计算这个标准偏差 也就是说 这个主要的粒子 发现粒子主要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头 有X0 减掉ΔX到X0加ΔX 那X0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在T0时刻 它的最 概率最大的一个位置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 ΔX啊 是等于这个 你可以去计算一下 就等于它 按照这个定义 也就是啊 ΔX等于根号 X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X平均的平方 那它从T有关 好了 就是啊 我们取概率 比较大的这个区域呢 在不同的时候 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随着T的真大呢 它的宽度越来越大 那么你从这样一个表达式里头 你当然也可以看到 这个表达式里头 你看 这个是T0 我们给它一个 那你看它有一个特征时间 这个特征时间就是 H分之Mσ平方 H分之Mσ平方 如果这个T0远远大于它的话 那你想 这个数字就不是1了 不是T T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1了 就等于σ 如果它远大于它的话 假设是它的三倍 那么33的9 10了 是开放一下3 那就是3倍σ 就是啊 概率比较大的区域 从本来是1σ 变成3σ 或者说 从负Cm到Cm这样 2倍Cm的宽度 到变成-3Cm到正3Cm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点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尽管我们说群速度等于粒子的速度 它的最大的概率的位置呢 它的移动呢 就像粒子在云中一样 但是由于像移的 像速度的不一样的话 使得这个波函数会变形 而这个波函数变形呢 是越来越宽 当这个T 就是啊 当这个T0啊 远大于这样一个标志的时间的话 那这个波函数就变成不像原来的样子 不像原来的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高斯国报的传播 就是啊 原来是这样一个分布 那么随着时间可以 它们逐渐朝X方向走 走呢 它是以N分之Pk的速度在走 但是呢 越走呢 它的这个宽度越来越大 那么到一定时候呢 你看这个波呢 你就认不得这个波了 这就是由于像移像速度不一样 而导致了一个后果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波函数 如果我们去来描述一个具体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数量级 因为你不要你这个描述 同我们直观观察到的 那真是不一样 那起码我们看你这个人的话 你永远不在变 对吧 你这个人 某人说你这个人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是吧 这不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波函数 去描写你这个人 那当然并不是那么确切 只是说用这个形象一点 这个模拟一下 好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 第一个 用这个人 这个人75公斤 然后呢 宽呢 这个0.8 就是2倍 假设我们算1倍的话 那40厘米 是吧 那么你这个带进去 特征时间 是吧 这是特征时间 刚才我们说的 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你去计算一下 等于10的35秒 你想一想看 10的35秒 你能看得见吗 也只是10的35秒 不是 你看不见 你不要以为10的35秒 是很短的时间 其实很长的时间 你看 你一年只有3乘10的7次秒 所以啊 这个3乘10的19亿年啊 你看上去变化还不大 因为这个是特征时间 就是如果70等于这个特征时间的话 变化不大 只有更好2 只就是增加1.40 这就是40厘米变成个60厘米 你看看这个人还像 是吧 但是 这个要经过多少 3乘10的19亿年 所以你看不着 所以量子力学 对于你这个宏观的话 你不要怀疑它 就是啊 你想一想 假如说这个波运动的时候 它总终会坍塌下去的话 那我这个人假如用这个来估计的话 用这个波函数来估计的话 也不错 因为你想看 你经过了100年 等于没变 等于没变 是吧 这个波包没有坏处 何况这样一个波包去描写一个人 那太粗糙了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你永远看不见这个现象 这是正常的 是吧 那么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个灰尘 因为我们灰尘 但是我们也是没看见它 这灰尘原来也大 是吧 这一个本来一厘米的 你假如说一下子变成两厘米三厘米的 你没有看见 那么灰尘 灰尘我们就说 这个灰尘啊 十的负三十方克 就是千分之一克 是吧 它的大小呢 只有十的负四厘米 也就是十的负六厘米 是吧 那么你带进去 是吧 这个呢 十的负六的千克 这个呢 十的负六米的平方 除以这样一个 1.054 十的负三十四万秒 你得到了十的十六秒 所以你要看到灰尘的话 它的一个特征 特征时间的话 三亿年 你还没有看到它的变化多少 变化更好的 二 是吧 那变化不大 那要三亿年 所以在你们有生之年 看不见 灰尘 眼胖 是吧 所以这是 但是 对于电子就不是这样 电子的话 我们把电子 这个M等于九成十的负三十一千克 它的宽度大小的话 0.5成十的负十 就是0.5O 那你这个电子 一带进去的话 不行了 T等于2.5成十的负十七四方面 但是这个电子在波尔轨道上转一圈的话 要花掉十的负十六秒 它比它远远转多 所以呢 你看它时间短 也就是说这个特征 它扰一圈的话 是这个特征量的好几倍 像现在我们就说四倍吧 是吧 是它的四倍 那电子在里头当然不是扰一圈了 你扰了好多圈之后 你看看这个电子 这描写一个轨道 它自己都变胖了 对吧 这是当然不行的了 所以说 你用这样一个经典的图像 你要去看 要去描写电子的话 是不行的 那么为什么不行呢 是我刚才说了 你不是用一个概率波去描写的 你只是说 它电子在那转一圈 花了多少时间 你这个多少时间 你要用一个概率波的图像去描写的话 我电子这个Pose 并不是说你真的你的电子轨道 它只是一个概率波 是吧 它的模特平方只是你出现在那儿的概率 而不是真的你电子在那儿 你要真是能够测量到氢原子里头的电子 何况那很难测到 你测到氢原子的电子的话 你不知道你测到的是什么位 只是有一个概率 可能测到了哪些位 所以你不能用经典那种轨道的那个图像 你去看的话 那当然不行 所以这样你用经典的这个图像 你去看的话 你看上去 这个波函数不能去描写 不能用这样一个经典轨道去描写 是吧 好 那底下呢我们再说了 前头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随时间演化呢 我们又可以用演化算符去来解出来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啊 平常所说的演化实际 随时间演化的话 可以用葛林函数来 因为T时刻的这个波函数啊 你当然可以由T撇时刻的波函数去得到 是吧 根据这个函时间的这样一个写定和方式 也就是说我在T撇时刻这个波函数 全空间的各个点的波函数 它线性叠加起来 应该叠加出来T时刻的波函数 因为这个 函时间写定和方式是线性 它的变化是线性 而这个线性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波函数都加起来 加起来得到它 如果它不是线性的话 你加不起来得到它 因此的话 你可以假设是这样一样 就是啊 我在T撇时候这个波函数如果是知道 就是啊 T撇时候的波函数知道 就是在R撇T撇 这R撇随便在空间任何一个点我都知道 就是这个波函数知道 那么我通过一个线性变换 我应该得到T时刻 全空间各个点的这波函数 那么这个线性变换的这个 这个变换的这个函数呢 就是从R撇T撇变到RT 对这个R撇就要积分的 变到RT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成为格林函数 因此如果你这个格林函数求出来之后 那行啊 是吧 某个时刻的 这个T撇时候的 这个格林函数求出来之后呢 你当然可以得到 由R撇T撇的波函数得到RT的波函数 这样就知道太随时间演化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格林函数它的含义是什么 以后我们还会讲 这格林函数用算符来表达之后 你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它是很清清楚楚的 现在已经光是一个格林函数 但是这儿呢 我们用一个函数形式 我们也可以给它的这个无理含义是什么 你看 如果我们在T0时刻 这个波函数啊 这个粒子啊 是处在R0 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波函数 是吧 就是啊 在这个T0时刻啊 在任何地方都发现不了理质 而只在R0这个地方发现理质 这Δ函数我们以后会强细解释的 是吧 这个Δ函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Δ函数呢 我们带到上头的我们表达式 是吧 这个格林函数的那个表达式 你带进去之后呢 你这个波函R撇T0呢 就是ΔR撇-R0 在全空间积分 你这个积分当然这个Δ函数 那就是这个R撇呢 用R0来替代 那就得到G-RT-R0-T0 你看T十颗的波函数 T十颗的波函数就是这个格林函数 R0-T0变到TR 只不过在T0的时候只有一个值 它只处在R0 所以这就是给出了格林函数的含义 就是啊 在T0时刻 离子如果处于R0这一点的话 那么T时刻描写这个离子的波函数 波函RT就是这个格林函数 G-RT-R0-T 那么我们有雪丁二方程 我们也可以直接解除这个来了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T等于T0时刻的波函数 经过时间演化 是吧 经过时间演化 所用到它上 就得到T10刻的波函数 而这个T10刻波函数就是这个格林函数 所以你都可以这样去做它 是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这个哈密正量 你着用到它上 你可以把它这个作为一个 这个富士展开 富士展开之后 一项项面算就可以得到 那当然大家还会问了 那么如果假设 这个哈密正量从T有关呢 那就不是这样一个形式了 它是应该等于这样 假设哈密正量从T有关 如果我可在R0时刻这个波函数数 那如果这个哈密正量从T有关呢 那么你这个可在RT呢 当然不能写成这样 是吧 因为就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是从 这个从T有关 你不能乘上P-T0了 所以你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 1的-H分之I 假设T0时刻知道 是吧 那么我到T这个时刻 可能 Technical 你们这个太迷惊它了 这可能是N 잠 哈密正量RP-T orem Pro Such реш 但这还不够 就是啊 如果假设你这个T 哈密登量从T无关的话 那就是这个表达所 是吧 这前头要有一个边时算符 就是啊 要有一个边时算符 它才对 什么叫边时算符呢 因为你在运算的时候啊 你要对这样一个进行展开 对这个波函数进行展开 对这个指数啊 要展开 一展开之后啊 它的那个哈密登量的这个时间位置啊 你朝哪儿摆 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你这个哈密登量 你说我T1 我哈密登量摆这 T2哈密登量摆这 T3哈密登量摆这 哪个对 还是T1摆这 T3摆这 T2摆这 对的是 你按照时间的大小顺序排好 就是你这个展开 不是说你随便随便 随便一股脑子随便你排 就是你要按照时间大的在左边 时间小的在后面这样排 排出来 这样你算出来 才是我们的结果 而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边时算符的话 因为这个 假如说我这个HT1乘HT2 如果T2比它大 那你说我要把T2摆到前头 这一交换的话就可以不一样 因为不同时刻的哈密登量可以不一样 我们以后有具体历史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证明的 我希望在西区课上给大家证明 证明这样一个 大家就会相信 相信它的道理 是吧 这只是我们现在这儿写出来 只是一个简单的 同期无关的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 时间也好散步 是吧 那这儿呢 就是多了一个边时 好 我们底下来讨论这样 立足是走横 因为有了波函数之后呢 你就会想到这个波函数是皈依的 是吧 既然它是皈依的 你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啊 随着时间演化 则是皈依变不变 那这个波函数磨的平方 皈依变不变 那当然不能变了 你假设我这个波函数是皈依的 我这个时间演化之后 我这个时间演化之后 是吧 那你说你这个皈依成一的 你等于零了 那就变成 这个等于零了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个常数嘛 是吧 如果你不等于零 那就是概率增加了 或者减少了 因为我们在飞箱的那个时候 它粒子也不产生 也不湮灭 这是它保持的 所以它永远概率是一的话 它永远应该概率等一一 那你现在概率 这个会不会变 让它血那么好 那凡是要满足这个雪丁和方程的波函数呢 它必须满足这个基本表达形式 如果不满足它 那这个雪丁和方程 这到底不行 这可以证明 就是你拿菩萨星 拿菩萨星去乘这样一个 韩世间的雪丁和方程 它得到是这个表达式的 就是它 左乘它 那你再把这个 韩世间雪丁和方程取符共额 取符共额 然后用Pose再乘它 也是左乘 把这个表达式 剪掉这个左乘的 那就是 前头就是等于相加了 是吧 一个Pose星偏偏T PoseR 加上一个Pose偏偏T Pose星 那这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果 就等于啊 IH8偏偏T磨的平方 是吧 应该等于前头一个 然后剪掉这一项 剪掉这一项 那么V呢 是实的 在经典里头 它是保证体系稳定 在量子里头 它是保证了哈密登量是厄米酸 这以后我们会去看到这个VR 在习体里头也有 就说这个VR如果是个斧的 斧的是假 回载说虚数吧 如果正的虚部和负的虚部 它会带来什么后果 那可以 大家可以去证明一下 那好 我们现在说 这V是实的 V是实的呢 这就没问题了 因为这个都是树 这个都是树 它里头没算符 所以你随便怎么搬都没关系 因此这两项是相等的 就这两项 这两项相等的 如果里头是V里头如果包裹了这个动量算符 那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啊 这个是V如果是它没包裹这样的动量算符呢 这个波函数搬来搬起都一样 所以这一项和这一项就没了 因此这时候这个表达式就变成这两项相减 是吧 就是这两项相减 就变成这一项和这一项 这两项相减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是吧 这P点成一个P 本来是2mP平方减掉Pose2m分之P平方 PoseP 是吧 那我这个抽出来是相等的 为什么呢 我P如果着用到这个波函数上去 就是PPose乘上是PPose 那我这个P着用到这个Pose上 也是PPose乘上PPose 而这时候都是数值 它们可以交换的 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 这只是限制了 这个P只着用到它上 这个P只着用到它上 那这一项两个字抵消了 那另外一项 这个P着用到这上 就是2m分之P平方 而这也是2mP平方 然后 把P带成一个-iH8 T度算幅 我们就得到这个表达式 对整个空间积分 这个表达式对整个空间积分 你看 就是用格林公式的话 你就可以对表面积分 对表面积分的话 在无穷远点的话 我们说这个Pose 它要趋向于零的话 要大于就是R2分之3至1分之1 比它还要快 趋向于零 那你想这样一个 这样里头的这个波函数的话 在无穷远的这样的表面上的积分的话 它当然应该等于零的 你去试一下 就是它如果满足 它Rs分之1的话 这个s要大于2分之3 它才能满足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限 是吧 规矣化的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证明了这样一个 嗯 我们所说的应该有这个 就是满足雪丁尔方程的波函数 它的确有这样一个性质 那这是一个 第二呢 我们如果 我们取卢等于Pose模的平方 又取了2m分之-iH8 P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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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 把这个取作一个结 那么它当然等于m分之一 波塞心P波塞的十步 这两个一减呢 就得到它的十步 那么我们称这个为概率通量式 称这个结是概率通量式 那把这个摆到里头去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偏颅偏梯加上结的这样一个闪度 加起来应该等于 这形式上从流体理学里头的手痕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这个是概率手痕 那流体理学里头它的物质的流动的 流体的手痕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个概率通量式也要弄清楚 因为底下要用掉它 那么这个是一个微分形式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更加了解一下呢 我们对一个小空间进行积分 就是啊 我在一个小空间里头 对这样一个概率手痕这样的公式 积分一下 我们更加可以理解 就是你对Δ积分的话 那就是等于相当于等于负的Δs这个Δs这个Δv的这个表面 是吧 进行积分 好了 你看 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 在这个小体积元里头 随着时间如果是增加 那就是它是正的了 随着时间增加 增加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增加的话 那么这个是正的 那么这个是负的 这个应该是负的 这负的代表什么 就从外头流进来 就是说一个小体积元里头概率的增加是 或者减少 是从外面流入这个体积元里头的概率 或者流出它的概率 增加了就是流出 减少了就是流出了 那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它的无理含义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维的 一维的呢要挺清楚 偏融偏梯等于负的偏偏x结 一维的 那我们对一个 从一维的就从A到B这样一个积分 这一积分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等于什么 结AT减掉结BT 那就是说在这个一维里头 这个如果增加概率增加的话 随着T增加它是个正的 也就是它大于它 它是流入的 在这个区域里头它的概率增加 那就是说我从这儿流进来的 应该大于你流出去的 就是 是吧 那就应该结AT是大于结BT 那就是流入的多 流出的少 那你从这个一维的你可以看得挺清楚 就是这里头如果是增加的话 概率增加的话 那就是流进来要多 流出去少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概率通量 你这个概率通量的话 结AT在A这一点应该大 在B这一点就小 而如果你这是负的 那就是结A的要小 结B的要大 但是我这里头要强调的 我们在这儿说这个的时候 你 我是说的是概率 我没说真的是一个体系 或者这个电子 让它分成一个按照空间 按照一定密度分布 结果那就是炉 是吧 然后呢这个电子的这个部分呢 它不断的在一个小的体积元里头 它又流来流去 这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你要这样去看的话 真的看这个电子 如果分布在空间里头 它流入的话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在这个空间这一点上的话 它有一定的密度 乘上一定的速度 那乘上一定的速度 那就是概率通量了 而乘上一个一定速度的话 你又在一个点 又是乘上一定速度 那就是说 位置和动量是可以同时确定的 所以如果你真把它看着一个空间 一个分布的无力量 你在那儿流动的话 你就变成一个 位置也确定了 速度也确定 就动能也确定 那实际上不是 我只是说 这是个概率流进去 它有一定的概率流进去 而没有说真正的这个物体分成一个空间 一个有个密度分布 有个炉 然后有个速度 炉成离 那就是通量 概率通量 那么你从这儿流进去 那流进去 那就在A点的话 既有确定的位置 又有确定的动量 那这样一个观念是错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这个讲的流来流去的是概率 没讲这个物体 那它有这个概率 有这么大概率流进去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不要落魂了 那么概率通量是处处连续的 那当然 它应该是 应该要保证它的这个守恒 那么多离子的血定和方程呢 那当然它比较复杂了 因为N个离子 是吧 它又处在一定的位置下 VR 那么这些离子之间呢 又有相互作用 是吧 我们这还只是个二体的相互作用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写出它的哈密登量来呢 韩世间的血定和方程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是吧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哈密登量可以这样写 动能部分 它在某个位置下 然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你可以看出 和经典是不一样的 这为数就是三N为 那经典还是三N为 因为它在一个空间里面 好了 我们讲了那么多之后呢 这是韩世间的血定和方程 这韩世间的血定和方程呢 很复杂 你要去算的时候很难 那么以后我们会有一些典型的 这 卫世同时间无关的 而且很简单的这些卫世的例子 我们来做 做完了之后 你那复杂的 让我们采取一些手段 或者说渐进的 是吧 围绕的方法 来做 所以呢 我们底下呢 先介绍这样一个简单的 就是啊 这卫世同梯无关 而这是一大类 就是不含时间的血定和方程 不含时间的血定和方程 而相应的呢 它要引出定态问题 这定态就是 波尔在那时候说 这个垫子只能处于哪些轨道上 而这些轨道具有一定能量 这个轨道这个状态呢 我们把它叫定为定态 而现在我们呢 是通过这样一个 不含时间的血定和方程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定态 我们并不需要你的那个 这个 量子化条件 就是啊 硬性规定的 角动量的这个量子化 那我们可以根据 一定的边条件 我们来求出这样一个 能够处的那些状态 而这些状态呢 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定态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儿 祝大家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